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拍一下看 媽媽好神 我手要扇 妳再不收我就把妳心丟 這時候咬下來 我把她心丟出去 現在好乖喔 其實那一雙鞋以後 我覺得非常值得 很有原則耶 在吃飯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規矩 亂夾斑或是挑菜 我一定馬上把筷子打下去 對 有一些小孩壓力比較大的 一個環境下用餐 導致他們可能比較不喜歡吃飯 很容易生病 他的身高比較矮等等 先生下次可以跟妳說一點喔 好 丁太盡管太多 該不會害小孩變媽寶 今天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嚴厲管教的育兒經 到底該怎麼判斷 媽媽是不是管太多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有的時候我在門診呢 會碰到兩極化的媽媽 就是什麼都不管 因為媽媽 或者是丁太前 每一件事情 她都要丁的媽媽 有的時候 我有點難以啟齒說 到底哪一種好或不好 因為別人家 它呈現出來的狀況 是在整間嘛 然後我不知道 它在家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從家裡的方向 然後再從外面的方向 我們說家裡生活習慣 先來看一看好了 到底你們覺得 還是有哪些習慣啊 你看不慣 就會開始的指導她 開始管她 有沒有什麼 像我就是有時候出去 看到別的小朋友 去人家家裡 她的鞋子就是 到了門口用甩的 用踢的 然後就亂丟 我就會覺得說 這如果是我的小孩的話 我一定會覺得說 讓人家覺得很沒有教養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最基本的 所以我最基本的要求是 就是回到家 一定要把鞋子 放進鞋櫃裡面 然後襪子 先放到洗衣欄 書包先放到衣櫃裡面 大概是 三年 好有耐心喔 每次 因為每一次我講一講 他們就說 到最後就是我做 可是後來我覺得不行 我有一次我就下狠招 我就把她襪子 丟到垃圾桶裡面 我說好 然後有時候也是 就是有一次我們 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在開車 在塞車 結果她鞋子 就在那邊踢 甩在車上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妳鞋子可以好好穿嗎 妳脫鞋很沒有衛生 然後她就不理我 結果她當沒事 結果我想說 那時候高速公路塞車 應該還好 我就說 她就覺得我在開玩笑 反正是高速公路啊 結果這個娘真的是 狠狠的 直接 然後我兒子就一路哭回家 下車以後 沒有備用鞋 沒有 當然沒有 後來她跟我說 然後我跟她說 沒有辦法 我已經跟妳說過了 可是真的好有用喔 我覺得一次下一次以後 現在好乖喔 我都覺得 犧牲那雙鞋以後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對 很有原則耶 其實威蕾妳看起來 是很容易被欺負的嗎 我有一個概念也是像這樣 就是我兒子不收玩具的話 我也是丟 而且像她剛開始學布的時候 我是採取那種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妳怕她跌倒 我要前面有一個 在一公尺之內 她倒了之後 她可以打 等一下 天啊 因為她往後面倒的話 後面有人接住 因為我很怕她跌倒 所以有一次我在一個公園 就是有大石頭 面對一個湖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大概 小 大概六歲的 牽了一個大概 兩歲的 還就是這樣懵懵懂懂 然後就站在那個大石頭上 往那個湖看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爸爸在幹嘛 爸爸在玩手機嗎 他們坐在大概 十公尺之外的草坪 很開心地在聊天 也沒有眼睛盯著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想法是什麼 但我明白 真的 我前兩天真的 才氣得大罵我兒子 因為她就是為了找她 心愛的戰鬥陀螺 一次就把那個遊戲區 四五箱的那個玩具 一次全部倒出來 瞬間我家客廳 就變成垃圾 像被炸過一樣 很恐怖 因為她拿第一箱 要找她的戰鬥陀螺的時候 我就說 妳把一箱倒出來 整理完 不要的順便丟掉 再倒第二箱 不要一次全部倒 她完全不停啊 然後我就非常的生氣 跟她說 我現在限妳十分鐘 十分鐘之內 妳沒有把我玩具收好 我就要把妳的玩具 哇喔 結果我兒子就非常有個性的 還是這樣慢慢收 慢條絲理的 十分鐘VVV時間到了 她還是沒收好 最後還是她妹妹神救援 出來把她收好 把我客廳終於 幫我客廳終於 恢復了一樣 不然我就快被她氣死了 真的嗎 我是最麻... 沒辦法忍受就是小孩在 不管是在自己家 或是別人家 就是亂跑亂跳 亂爬高爬低的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而且尤其是一堆小孩 尤其他堂表兄弟姐妹都在的時候 更無法控制 更是無法無天 那我就會制止我的小孩 我就會說 不可以這樣做 又會跟她講道理 她現在快五歲了 有聽得懂 有時候會就是 會聽我的話 就安靜下來 可是有時候她就 沒辦法聽 因為小朋友都在玩 然後她說 然後我就還是很故意大聲地去 跟她講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也是故意 講給其他小孩子聽 因為這件事太危險 你爬高掉下去 真的怎麼辦 不過像這種狀況 有些媽媽就是那種 很緊張型的直升級媽媽 然後有些就是那種 很有魄力的 那到底哪些媽媽管得太多 然後有些其實在家裡 也不用管那麼多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下 Avi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 孩子很聰明 他只要知道 你這次講的你做不到 他只會繼續無法無天 所以堅持 但是不要講出來 一個自己做不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剛才提到的 安全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都知道 孩子一定會有一種盡頭 就是你越叫他不要 更想要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提醒爸爸媽媽 就是說 與其一直跟他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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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個角度想 你到底要叫他做什麼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想 我覺得通常 我們女生媽媽就會 越來越漂亮 那有什麼一定是要管的 我覺得像剛才 齊薇說到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覺得要看環境 家裡面的環境 通常不至於會有 太可怕的意外發生 可是如果今天在外面 可能外面有一攤糊 或是說 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會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可能爸爸媽媽像 比如說出門要牽手走路過馬路 對 或是說現在很強調了 安全座座 汽車座椅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跟自身安全 有關係的這個部分 家長可能就不能有一些 妥協的部分 那其他像剛才齊薇說 跌倒啊 其實我覺得 小孩跌倒是必備的耶 因為跌倒了 他才會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發展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些 可能爸爸媽媽要再斟酌一下 其實我最無法忍受 就是小孩子 椅子不好好做這件事情 像我們家小男生 他就是吃飯的時候 他屁股都只坐 譬如說正方形的椅子 他只坐那個邊邊腳 然後其實他有半個身體以外 都是在 就是站著的 我想說你有椅子不好好坐 為什麼你要站著 那每次吃飯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會提醒他 我就想說 就給你一次機會 兩次機會 如果剩一頓飯 你給我講三次的話 你就要慢中衡喔 眼神開始就很 對 對 是三次的飯 對 一般我講超過三次 我就那一餐的椅子 我就把它抽走 你就站著吃飯 站到你吃到完 就是不管你要吃多久 反正就是站著 而且我之前 就是因為安親班老師 他有跟我反應過 就是哥哥坐椅子 那個姿勢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在家裡 都一直叮嚀他 然後他就是在安親班 就是這樣子 坐前半段 然後就是這樣子搖 這樣其實很危險 他就這樣很危險 對 他就這樣搖 然後搖一搖 就有一次就真的去跌倒 然後往前撞 就還好沒有傷到別人 我覺得傷到別人更害 更可怕 對 然後我回來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我覺得 小男生他就真的是 很像 他屁股長抽 後來他就是因為吃飯 怕 我又把他椅子抽走 因為有時候外食 他甚至 怕我把他椅子抽走 他就直接一到餐廳 就把鞋子脫掉 這個人 所以他整個人很隨性 當自己家裡吃飯 我覺得這個 就是你要怎麼去 我真的講了好幾年 但是我覺得就是五解 你總不能把小孩 綁在椅子上吃飯 就是一個五解 我不知道到時候幾百歲 都還是這樣做 對啊 你看又在搖了 沒有 就算了 黃醫師都這樣子 沒有關係 沒有 不行 我跟你講 像我也是跟維媽 我跟維媽是同一國的 因為我也是非常重視 小孩子的言行舉起 對 規矩很重要 對 而且通常我特別重視 就是在餐桌上面 吃飯的那個禮 你有殺趣耶 真的有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就看過一篇文章 它說 一個人 看一個人吃飯 拿筷子跟他吃飯的樣子 就彷彿看到他媽媽的臉 好可怕 我跟你講 這篇文章我看完以後 我又是特別重面子 愛面子的媽媽 我怎麼可以忍受 我小孩子如果到外面去之後 別人覺得說 你媽怎麼都沒有交好你 什麼對不對 所以 我特別重視就是 小孩子如果在吃飯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規矩 從小就要養成 在家就要養成 比方說 大人沒有動筷子之前 小孩子不可以先吃飯 而且 筷子一定要拿好 要拿漂亮 而且在夾菜的時候 每一盤菜 只可以夾 就是你 這一盤菜 離你位置最近的 那一個位置的菜 你不可以看後面那個肉 比較大 你就往後面那個夾 或是亂夾翻 或是挑菜 如果這樣 我一定馬上把筷子打下去 對 你一定要管 而且你馬上就要管 發現不對 就給它擋上製紙下去 所以我女兒現在開始 她每次跟我吃飯 她會有一點壓力 因為她覺得很怕 動不動就會被我指正 但是我跟她講說 妳一定要相信媽媽 她是為妳好 這叫做 從小就要先養成妳好的 吃飯的習慣 然後到外面去 妳才會交到好朋友 同學什麼朋友 才會喜歡妳 對 那可以講話嗎 吃飯的時候 可以 但是不可以很大聲 對 或是小孩子 如果正要講話的時候 我就 吞下去再講 是製作單位叫我問的 她說生活習慣叮太景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沒有說真真 我們有看到有一些小孩 在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可能 壓力比較大的一個環境下用餐 他們會導致他們 可能 那可能他們吃進去的東西 就會更少 所以反映在他的一些 可能容易生病 他的 身體比較矮等等 甚至有些比較極端的 可能會像 等等一些情況 我不是說妳喔 真真 不過我覺得 剛才真真其實有她的理由 是因為 剛才提到的那些 吃飯要怎麼樣做 然後筷子在裡面要撈撈撈 我覺得孩子很難避免 因為小孩子看到喜歡的 尤其是自己一盤最喜歡的肉 他當然要選最大的 那個是他們的本能 是孩子比較童真的地方 那我覺得重點是 爸爸媽媽今天 引導方式 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是 你需要大聲一點的斥責 但是我覺得一般來說 我們還是希望在吃飯的時候 爸爸媽媽先從自己的身教開始 如果你本身跟兩個大人吃飯 就是這樣子慢慢的吃 然後慢慢的講話 那個氛圍其實孩子在那樣的氛圍裡面 他自然而然慢慢就會養成 這樣子的習慣 那孩子有時候很健忘 你需要再次提醒 我們就直接 帶著他去做好的動作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 不過老師說 因為我跟真正的小孩合作過 他小孩真的靈夢好好 是 而且是 就是是天真 然後很純潔 但是不是那種很刻意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難拿捏 真的 對 他發展有一點是比較瘦小一些嗎 對啊 他最近的確有比較 他最近的確是有一點比較吃飯 吃得少一些 對 因為我 我也必須說 這樣子的案例也沒有常見了 但是 真的之前有一個醫生 他就遇到一個非常年紀很小的小男生 就有那個潰瘍 然後他去分析這個小孩子就發現 他就是屬於這種 第一個功課壓力也大 第二個到他們家餐桌上 就餐桌應該是愛的交流嘛 對 就是在我們家食物是一種獎賞 所以我們吃東西都很快樂 可是在他們家吃東西是一種酷刑 因為爸爸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說 你 從上桌就一直念到下桌為止 然後整個吃飯時間都是充滿了壓力 所以他吃不下宴 功課也覺得怎麼樣都逼不上 結果就是很小的年紀就潰瘍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這個 其實可以用其他方法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嚴苛地對待一個小孩子 你要注意他是能做而做不到 還是說他其實真的有一點困難 因為不是每個小孩的能力都相當 他是不是到了可以做這件事的年齡 我印象很深刻 當然這個是極少數的罕見惡案 有一個社會案件是怎樣 他是那種 媽媽生了兩個小孩 哥哥跟妹妹 那哥哥是一個自律性極高的孩子 從小就很好教 你教他做什麼他就會做什麼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的孩子 那妹妹呢 以後妹妹生小妹妹之後 媽媽相對比較忙 所以很多事情他會交代哥哥說 然後你知道嗎 交妹妹這件事情 哥哥是一個自律性很高的人 妹妹是一個完全不受控制的人 所以哥哥其實很難帶 因為他很難想像 為什麼媽媽要叫我 叫你做功課你又不做 叫你不要出去玩 你又跑出去 所以呢 他第一次發現這個小男生的異樣是什麼 媽媽回來發現 妹妹好像那個什麼東西都亂弄 他說你為什麼都沒有教妹妹那個 第二天喔 就發現哥哥手上有那種畫的成績 媽媽那個時候可能沒有注意想說 這個是什麼原因什麼情況 所以他一直忽略說這個小 他要求這個小男生做的事 他不一定做得到 結果最後 飛機有發現在小男生13歲那一年 那一年呢 媽媽他們也是出去了 然後呢 妹妹打電話好像告狀說跟哥哥吵架 原因為什麼吵架 因為兄弟兄妹兩個 不知道怎麼撿了一隻小狗回家 撿了一隻小狗回家 媽媽也說好 小狗就是你們兩個的事情 比如說處理狗大便或幹嘛 就是你們兩個的事情 那那天哥哥可能在教育妹妹說 今天狗大便你要弄啊 然後什麼什麼 就兩個就吵架了 那哥哥很生氣 為什麼你都不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那妹妹又告狀 然後又怎麼樣 哥哥挫折很大 媽媽就說你們到底 你不是應該做好這些事嗎 結果第二天你知道嗎 哥哥用那個遛狗的繩子 會吧 真的嗎 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 你要小朋友做的事 你要確定他是能做而做不到 還是他其實能力上面有很困難 否則像那種 他要求自己那麼高的孩子 媽媽又長期沒有觀察 這個對他的言是一個挫折 一直累積到那個他就大爆發 可是其實真的 我們看到很多小朋友 有些壞行為人想說 就想說從小老闆 他這些習慣可以糾正好的話 長大其實他可以成長得更輕鬆 這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比較中庸一點點 就是不要太急 也不要太壓力 然後也不要真的太放鬆 然後又可以把他壞血管改掉 其實我每次常常在門診 都會教媽媽就是 你現在對孩子 有很多很多要教的 可能有吃飯 有穿鞋子 有幹嘛幹嘛一大堆 可是你都一次想要把它 全部都教完 那小孩子就完全就是 你知道這個挫折那個挫折 最後他就乾脆擺爛 所以我說一次教一件事情 那讓你孩子能夠專注在 一個習慣的養成 然後把戰線拉長 這樣子親子關係 比較不會被破壞 那第二個就是 有一些孩子的壞習慣 是因為他有一些 感官沒有被滿足 比如說那些喜歡咬指甲的 他可能就是缺乏這種 觸感的這種訓練 所以也許你可以 讓他多做一些手作啊 黏土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方法 讓他去滿足他這種觸覺 或者是味覺的需求 但是卻不要養成另外一個 可能我們大家覺得 沒禮貌的壞習慣 那第三個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就只想到 就是立刻馬上就是要糾正孩子 可是當你跟他說不可以 不要不可以的時候 我們有太多的負面的言辭 同樣我們希望他能夠做好 希望他能夠穿鞋子穿襪子 我們應該可以用正面的表述 就是說其實你做得到 其實你是可以拿筷子拿得很好 其實你是可以有禮貌 其實你是可以把鞋子穿好 同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用正面的方法去講 孩子能夠成功的機率比較高 但如果一直像糾察隊一樣 就是一直在挑毛病 成功機率反而會降低 那最後一個就是呼應 豬琴剛剛講的 聽選點你要射 你的孩子一直失敗 可是他沒有這個能力 有兩個 對啊 因為表示我們通常 我們的領導只會一套 要不就是打 要不就是丟玩具 可是這是只有一套 那有沒有別套 當媽媽跟當爸爸 其實有點像在當家裡的CEO 那你有沒有除了威嚴這一套之外 還有第二套 有個關係型的 教練型的 或者是民主型的 其實有很多的領導方式 這時候我們就會想說 那也許換一套可能會比較好 或我的孩子真的這個年紀做不到 我明年再來訓練 我想這四個是我覺得 可以緩衝的一個方法 剛剛是講的就是家裡的 但是家裡怎麼樣都是關起門的 現在小孩子放出去了 在外面 爸爸媽媽有時候管不到更擔心 對 從交朋友開始社交 這個真的很 有時候其實小朋友會覺得 他們小朋友表達不清楚 然後有時候我們爸爸媽媽想說 那我來幫他解紹 像我之前發生一個狀況是 土寶沒有叫人 我幫他跟對方說對不起 土寶就哭了 為什麼 他說媽媽我有講 你沒有聽到 而且你為什麼要幫我 跟他說對不起 他覺得為什麼他的事情 對 他說為什麼我要幫他 跟對方說對不起 可是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他以前都常常不交融 我就幫他先講了這個話 就說真不好意思 我小朋友都知道 他就很神奇 他就覺得為什麼 所以我就發現 我好像過了那個界限 我好像管太多了 我好像太緊張了 你們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跟妳就不太一樣 因為我只要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去吃飯 我朋友就是那種不太愛去叫人 然後又躲到後面了 他就是比較悶燒心 就是比較害羞 然後就是 就像我朋友已經面對面了 我跟他要跟他互動 要跟他玩跟他講話 我朋友就撇過頭說不要 然後或者是趴著頭 看著就是我朋友這樣 你看他的眼神有沒有接觸到 就不想跟我朋友眼神有接觸 那我就非常尷尬跟我朋友說 他就是比較怕生 比較尷尬 然後有時候 就是小朋友都會出去一起玩 他就會一直拉著我 你跟我捏捏的在那邊跟我說 要想去玩 又不想去那種感覺 我說那妳就去啊 他說不是 我說那妳自己玩 那妳乖乖 乖的在那邊玩 他說不是 我說那怎樣 他說 跟他們一起玩 我說 好 然後我就帶著他去 他說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玩 他說好 那我想說他們已經開始互動了 然後有點互動 我想說我要走了 他說媽媽妳不要走 妳要陪我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 我說天啊 我不是在跟我朋友聚會嗎 怎麼變成跟他朋友的小孩在聚會 然後就是連在吃飯的時候 他也可以盯著我朋友餐具的 那餐碗裡面的那個雞塊跟薯條 因為他很喜歡吃雞塊跟薯條 他就會一直看著他 然後這樣摸著 就是捏著我的手 我說那個 那個 那我就知道他想要吃那個雞塊跟薯條 然後我就跟他朋友 我朋友說 可不可以跟他吃雞塊的雞塊 像妳過以後上班 要帶妳去耶 對 老師就有跟我講說 就是他有這個壞習慣 就是叫我一定要改變 可是在朋友面前就是 不想要就是 因為我有聽說說 不能太壓抑他 就是說他不可以說是 他不想叫我 要硬要他叫 可能會有反效果出現 所以這就是 一直讓他 其實我小孩也會 就是我們平常可能都跟熟悉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沒有 大概很久沒有跟陌生小孩相處 都是認識 至少見過面的 然後那天就是跟 就新朋友 一群喔 而且是一群小朋友 然後年紀都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群大人 大家都很友善 然後 我小孩兩個人 嚇傻了 然後很熱情說 弟弟叫什麼名字 妹妹叫什麼名字 我可以認識你嗎 他們兩個這樣 好可愛喔 不要來找我 我就笑死了 我說你們可以傻笑 我可以理解這個場合 有點太多人 很熱情 你們下次可以傻笑 我可以幫你回答 但不要搖頭 問你什麼名字 沒有 沒有 你不用名字 你要說你不要來找我 不要來找我 我不在這裡 我不在這裡 對啊 你看不見我 你感覺 所以學老師到底我們這個 拿捏要怎麼做呢 所以黃醫師剛才一定少做一個 他們一定沒有事前預告 對 怎麼知道會這樣子 對啊 不過因為剛剛提到那些社交情境 我們是大人了 所以我們很會社交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因為種種原因導致 都是大人在幫孩子出一張嘴 幫他講話 幫他解決一些社交情境 的這些孩子 通常他們會有一些行為的特質 第一個 因為都是別人幫我解決 所以他們會覺得 我之後碰到一些社交的狀況 或是糾紛 衝突 都是別人的錯 都不會是我的 再來 很多孩子也因為這樣子的部分 他就會變成更霸道 更不講勵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被教導 怎麼樣可以處理好的一些方法 第三個 有一些 或是說比較容易縮的孩子 他就有可能因為 我這樣子沒有辦法得到 同儕對我的認同 所以他可能下次就會變成 我會刻意地討好你 你要什麼好 我全部都給你討好你 或者說有一類型孩子 他反而就會更逃避 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樣 在這樣的情境裡面 做合適的互動 所以我就選擇更縮更避起來 永遠不要跟別人互動講話 那後面兩個我覺得是比較 在遠程的一些影響 就是這樣子的孩子通常 因為他們社交技巧不好 所以通常到了國小國中 他們的社交 他們的交友圈這個部分 他們是通常交不到朋友的 是比較孤立的 而且這會影響到孩子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信心 所以到了學齡階段 那孩子其實有時候 交朋友比成績更重要 那沒信心的時候 他們也會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導致有一些憂鬱 或是說有一些 反抗對立的一些特質出來 您剛才說有些個性問題 究竟他為什麼不喜歡 自己去跟別人講 你有沒有了解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 他會說他一直覺得 他自己後來 人際交往很差 原因是什麼 他說他有口籍的問題 但奇妙的是 他的口籍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如果你是一開始就有 可能很早要帶去治療 可是他是後來 突然間就是 講話有點不是那麼順暢 然後後來 他媽媽就會覺得很生氣 比如說他在跟別人講話 媽媽就說 然後他不好好講之後 媽媽就幫他把話講完 對不對 然後他說 然後他開始反而 一開始想說 每次要講就會唸說 你為什麼不好好講 然後甚至就開始說 他想我不是故意的 然後最後他就 越來越不喜歡講話 因為一講話就會被挑剔 然後他又反而壓力更大 然後又講不好 然後媽媽講完 就一直覺得你這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為什麼不要讓他自己好 他說他從那個開始 慢慢他就選擇 他根本就不要講話 能跟不講的時候就不要講 那當然後來變成 他跟人際交往就很困難 所以他長大之後非常 對他媽媽很抱怨 因為他都覺得是 你當時這樣子 造成我後來 我根本覺得我沒有辦法 順利交到朋友 都是因為他已經 不喜歡跟別人講話 可是我知道 其實那個出發點都是好的 對 其實我們想要 就是小朋友可以學到 或者說 可是那個線要怎麼拿捏 我覺得今天最難 包括比如說管太多 其實我們都希望小朋友好 可是我們不知道 那個線要怎麼拿捏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拿捏 說什麼時候 我們要幫小朋友表達 什麼時候 其實就讓他自己出面就好 第一個可以考量孩子的年紀 孩子三歲前 口語表達能力 通常沒有這麼成熟的時候 面對一些社交情況 這個時候可能需要 幫他講出來 他當下可能需要說什麼 或是說叔叔阿姨是什麼意思 所以年紀考量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 爸爸媽媽可以考慮的是 你協助的程度 就像剛剛黃醫師說的 我們可以教孩子 我們可以幫他 但是我們有很多種方法 第一個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幫他處理 處理完之後 我們待會兒回到家 你還是要跟小孩說 剛才媽咪為什麼這樣子做 下次你可以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做法 可能今天跟明天做法不一樣 有時候考量到別人的感受 所以社交情況其實很複雜 所以第二個level是 我們大人在旁邊提醒他 待會兒你可以怎麼做 讓孩子去試試看 他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無論我們的協助怎麼樣 爸爸媽媽媽一定要記得 這樣子的一個社交演練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是需要親自練習做一次 所以對大人會說的 我們可以讓他試著跟孩子做做看 因為現在孩子其實剩得少 他們都很會跟大人互動 但是如果碰到了同儕 同儕基本上跟大人反應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孩子 有時候可能就會挫折更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剛好可以有機會 不是因為你做不好 或是說不是小朋友不喜歡你 而是剛才可能因為什麼情況 一次兩次三次這樣子 陪著孩子去學 孩子慢慢能夠理解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表達 那可是交朋友要怎麼交 你又不能變成他朋友 其實交朋友還有一個大問題 有的時候我們教他那一套 他處境任性不通 對 你可以跟別的小朋友說 我可以跟妳一起玩嗎 不行 我可以跟妳一起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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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可以跟妳一起玩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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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怎麼樣幫小朋友交朋友 因為社交這個我真的覺得 我有買書本給他看 就是譬如說看到小朋友 大人都要打招呼 在家裡也跟他練習 可是真的 你到實際那個場景 他就是不行 那我覺得我一直在研究我兒子 我真的搞不懂他 因為他兩種個性是並存的 極度的害羞 極度的攻擊性 我帶他去上了感官統和的課 因為聽說有幫助 全部都是小朋友不一樣了 他只有害羞第一天 第二天開始 你知道那感官統和的課 有一些器具可以玩 譬如說溜滑梯啊什麼的 但你知道因為那都是 小小朋友的課 一定都是有家長陪同的 對 給妳道歉 道歉 小朋友哭 趕快拿衛生紙 需要 要不要喝點水啊 還是什麼 我這邊有小點心這樣子 然後呢 把他帶到那個教室的邊邊 一再告誡他 你絕對不能打其他小朋友 或者是說他這一次OK 第二次他就說他沒有打了 下一次我再帶去上課 他又打了 所以我後來使出一個非常嚴厲的絕招 你打我就帶你回家 直接回家 你就不要玩了吧 因為真的在那邊也真的非常難看 所以他後來就沒去上那個課了 因為發生得非常頻繁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很困擾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的攻擊性 但在家裡 我發現他也是會動手打 那我剛剛說除了那個 把他的玩具給拿走之外 他會打妳屁股嗎 對他會推啊會打 他不高興有情緒的時候 可是後來他的玩具 已經只剩五樣 我心裡想那這樣不行啊 我全部拿走 我最後要怎麼治他 我看他冷戰 哇塞 他打我 這次是情人的最後絕招耶 對 他現在幾歲 四歲四個月 他知道你在跟他亂交 他已經知道了 他其實會受傷耶 他會覺得你不理他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就直接就是衝到房間鎖起來 他在外面瘋狂地拍打大哭 然後呢 爸爸就會在旁邊旁白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不跟他講話嗎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剛打了媽咪 所以媽咪就不會理你 可是真的就是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就回來 然後他又跟我說對不起 他就說他絕對不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蹲下來 看著他的眼睛 就說你一定要預告媽咪 我還跟他就是打勾勾 他說你再也不能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我就給他一個抱抱 給他一個微笑 他就跑去客廳跟爸爸說 媽咪 媽咪是開心的 他現在開心了 對 他就覺得他 我那個微笑代表了很多的意義 這樣子 因為很多小孩子 他其實這個 玩完再跟媽媽玩是另外一種情緒 對 可是在那種團體生活的時候 他是真的生氣 或他急 那這個時候我們都說不要打 可是那我們希望他怎麼做呢 孩子的社交能力 你們都誤會了 孩子的社交能力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幫助他能夠跟其他孩子 玩在一起 所以是他的 遊戲能力不是社交能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像剛才齊薇說的 他想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因為他到了那個環境 那個教室有好多東西 他想要追上前面那幾個小孩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想要衝衝衝 這個時候你應該做的應該是直接 在後面繼續當旁白 其位應該很會 你可以在旁邊當旁白提醒他 我們現在要去溜滑梯 等一下請排隊 你懂我意思嗎 直接在旁邊提醒他 預告他 等一下前面會有人 我們排隊 直接告訴他 比較適合的做法 會比你把他拎走 拎走了對 他情緒崩潰完了 我還是沒有學會 我應該在那個情境 我怎麼樣的互動 是所謂比較好的 太常沒玩到 所以另外一個是說 其實孩子在社交情境 我們剛剛提到的 因為情況真的太多種了 所以有時候孩子一個急 他們通常 手一定是動得比嘴快 對 所以爸爸媽媽在回去的時候 你不是只要練習那個動作 慢慢摸 你也要練習 在那個情況的時候 你的嘴巴 你還可以說拿幾套劇本 我們可以一起玩嗎 不要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我待會兒再來找你 這樣就是一個方法 或是說 我有車子 我跟你交換 這就是第二個劇本 或是說我們邀請你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 這就是第三個劇本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爸爸媽媽 在思考孩子的社交問題的時候 其實擴充孩子的社交劇本 包含口語的 包含一些行為遊戲的 都是可以思考的 像現在我小孩 他是念小學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小孩子雖然是玩在一起 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沒有在小孩面前 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可是小朋友回來之後 他就會講一些 我們從來沒有教過他的詞語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應該就是被同學影響 那我就會很擔心說 他會不會行為上面 也會有這樣學習到一些偏差 所以從我小孩子 上小學開始以後 我都會要求他每天回來 他今天算是想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啊 沒有帶過情緒 但會 你小孩 你小孩辛苦耶 吃飯也很緊張 然後回家也很緊張 對 還會嗎 真的嗎 就要匯報啊 可是我是跟他像 溝通的方式耶 對 我就問他 就是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聊天啦 對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 可能會比較激動 但我真的很想為他好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比方說他就會 我就問他講說 今天是不是有哪個同學 他表現不好 被老師處罰嗎 這樣 然後或者是他就跟我講說 哪個同學 他今天講了些什麼 很好笑的話 或是我覺得很奇怪的話 你要告訴我 對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 你到你的同學 你聊了些什麼 說了些什麼話 對 那甚至於呢 第二節下課的時候 因為時間比較長 那你會被你同學去做什麼 你跑到哪裡去啊 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常常他每天 這樣子跟我報告下來 其實我大概都知道 他們班哪個同學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哪個比較頑皮 我都知道 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不要學他喔 如果他下次再怎麼樣 不對的話 你要是告訴老師 千萬不可以像他這個樣子 因為我就會很怕說 他到學校去之後 跟同學一直玩 他沒有分寸 或是學了一些什麼 他其實他根本自己不知道 這樣 對 對 大家小時候最討厭班上哪一種人 所以真的 不要再教女兒變成 班上最故人院的那一種 特質的小孩 對 估計只想人家最差 對 那如果不要告訴老師 告訴媽媽媽OK嗎 就廖不要廖跟媽媽說 那一定要講的喔 我覺得珍珍的問法 你下次那個偵查的那個 互動的那個問 就是問法可以問一下 你可以換成 你不要每次都只問 今天誰被罵 像我們家的孩子 在學校他永遠只會去注意 誰被罵 對 被罵的孩子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我們都很想了解 尤其上了國小階段的孩子 那個環境很複雜 但是我覺得問話技巧 爸爸媽媽媽也要學的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 比較開放式的問句 今天上學還好嗎 今天有沒有發生一些 你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不要覺得好笑 或是說你覺得很有趣 或是說你覺得有點 傷心這些 因為你喜歡想要跟媽媽分享的 對 我覺得先從這種 開放的問句 先引導孩子 多講一點點 對 不要只專注在那幾個 知識的小孩 Ivy咧 你小孩也是 像我也是覺得說 回來一定要跟他聊天 然後他有一天就跟我說 媽媽 那個我那個朋友 那天啊 他就講說 就講英文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他講髒話 而且他跟他很好 然後我就說 媽媽有沒有跟你講過 如果所有不好習慣的朋友 不要跟他相處 我說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判斷 結果你知道我兒子真的 我覺得現在小孩好可怕 他舉一反三 那我說 那為什麼爸爸的朋友會抽菸 我就跟他說 好 那爸爸也沒有學抽菸 雖然爸爸跟他還是朋友 因為他知道 那個是不好的習慣 那你也可以不要學他講髒話 那你可以跟他一起當朋友 後來我兒子也能接受了 就是說 對 他雖然不好 但是我覺得我不要學他 媽媽就不會阻止我 後來我就跟他 用這種方法以後呢 我覺得他反而 赤字能力變得很好 就是讓我也上了一課說 我知道要怎麼教育他 大家都聽過夢母三千的故事 所以其實幫小孩選擇 交友圈是沒有錯的 那尤其 沒有錯 沒有錯 尤其青少年 如果他真的已經陷入一個 不太好的朋友圈 是 是趕快要逃跑是對的 可是我們今天面對 都比較小的小孩 我倒是反過來 我都會問孩子說 那你覺得他 你的好朋友講這個髒話 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他會想要這樣講 因為你講 那我就說 對啊 所以這件事情 你可以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你 你也希望別的同學 對你哄堂大笑 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不要講髒話 但也可以讓同學覺得你很好笑 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覺得反而從動機上去看 抽菸的事情 我已經聊很多遍了 真是抽菸太多了 我們每次只要這個 在路上小朋友 剛學會抽菸這件事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你看那個人 你看那個人那個人 然後爸爸媽媽就趁機教育 對 你看 你抽菸就會跟他一樣 看他有什麼缺點 你去講什麼 就跟你要 對 你要衣服穿很破爛 對 對 其實根本不是嘛 所以你給他衣服穿破爛一點 這時候我反而過來 還是都是跟孩子這樣說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抽菸 你覺得他會知道抽菸不好 那個很好嗎 不會嘛 他也知道抽菸不好 那你覺得 為什麼他還會抽 你幫這個叔叔猜一猜 你覺得他有什麼可能 那孩子當然一開始會不知道 有時候我們會引導師 他可能真的壓力很大 他可能他沒有別的方式 來抒擊他的壓力 那我們就反問 那你看爸爸 爸爸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做什麼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長大了 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方式抒壓 我們先想一想 其實永遠不是為那個行為 去貼黑或白 而是去替那個動機去捅你之後 想想那如果我為了同樣的動機 同樣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比挑朋友 還真的更重要 那如果真的 孩子的人際關係上面 真的出現問題 爸爸媽媽該怎麼做 可以幫到他一點點 絕對不能生氣 不能罵小孩 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太難了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你會發現社交情況不好 或是人緣不好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應該是第一個 一定要先再去挖一下 孩子今天碰到這個問題 是他的口語表達能力不好 還是他的一個社交的遊戲技巧不好 還是他的同儕那個環境 還是那個老師等等等 可能原因在哪邊 第二個如果是上了學的孩子 包含幼稚園跟國小階段的孩子 在社交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非常建議爸爸媽媽可以找機會 跟老師聊聊看 從老師那邊得到一些不一樣的訊息跟想法 那第三個部分 幫助孩子社交技巧的練習 我們現在可能可以從 或是說從一些影片 或是說剛才我們提到的一個 角色扮演 我們在家裡先練習看看 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怎麼樣做練習 讓他把正向的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把他練熟一點點 第四個我覺得一般家長 最容易忽略到的一個就是 社交一定要把他放回一個真實的情況 所以幫孩子找一些些比較小的團體 一個情境裡面 讓孩子實際練習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剛剛講說也怕管太多 但是不管也不行 那怎麼樣干涉小朋友的交友權 其實我就是替剛才 因為剛剛已經講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只是替大家做個總結 而且徐老師剛剛有講 所以第一個就是 就是當你孩子最早遇到困難困境 適度的幫他破冰是好的 因為他會覺得 爸爸媽媽有幫我 他跟我同一國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狀況太 環境真的太糟糕 我覺得就算孟母三千也沒有錯 但在那之前 我們可能先製造一些雙母的一個情況 先同理對方的孩子 同理自己的孩子 然後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樣 能夠繼續保持友情 不要動用到這個孟母三千這麼多次端的做法 那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還不太知道要做什麼 你也不急的立刻馬上處理 你可以先觀望一下 問問別人的意見 問問老公的意見 問問其他專家的意見 我碰到這個困難 我目前還沒有動手 我只是想知道 你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多幾個人討論 這個brainstorming一樣 你做出來的那個第一的步驟就成熟 就不會做完之後又後悔 又要道歉 又要幹嘛 我覺得這是剛才的總結 那怎麼樣我們可以從自己的教育 然後看到自己小孩的個性 然後從小孩身上發現 還有我們好像真的管過頭了 對 我覺得第一個 是剛才黃醫師說的 如果你這個方法 已經有了一個月 兩個月 小孩沒有一點的進步或改善 通常這個時候表示你 第二個 孩子已經開始有一些行為的一些改變 你說原本很喜歡吃東西的小孩 突然間不要吃東西了 原本很喜歡笑的小孩 最近看起來很陰沉 原本睡得很好的小孩 晚上會開始起來哭得到嗎 有一些生理的一些行為 表現出來改變了 這個時候爸爸媽媽 可能真的要回來反省一下 自己的一些管教的方式 是不是已經到了壓力 已經破表了 我覺得今天我們好像比較 很怕大家就是會有誤會說 我們今天的結論是說 所以小孩不要盯太緊 不是 不是 我覺得從一開始我們故事 每一個媽媽們 盯起來都是對的 我們的出發點都是對的 我們因為家裡 就是一個文化的養成 對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孩子 能夠學習到我們的文化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對 那盯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 從這個過程上 我希望爸爸媽媽啦 能夠學到新的領導方式 比如說我們在盯孩子 每天都一直講重複的話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想如果 我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我每天都盯我的員工 然後都講一樣的事情 這是不是太沒效率了 我是不是應該第一 第一個SOP 我是幫他列一個行程表 我是不是做一個這個行事例 我是不是每天幫他 設一個小鬧鐘 我幫他做便利貼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讓孩子能夠 從方法中學到自動自發 而不是就是媽媽講一句 你就動一下 媽媽講兩句你就動兩下 那我想你盯了十年 二十年都沒有用 對 這個就很可惜 明明我們是希望孩子 能夠跟我們關係很好 最後我們變成一個直升機父母 這樣還滿可惜的 對 所以今天就是大家的分享 就是每個人 其實用每個人教育的方法 但是都以愛為出發點 可是想想我們小時候 也是這樣被帶大的 我覺得就是 看自己的小孩是什麼個性 然後呢 我們也做一個 可以試試給他一些幫手 然後呢 去給他一些關愛 然後也不要管得 真的太Over的 幫忙媽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記得上媽媽好生生 感謝男生跟生物動 大家拜拜 我們鼓勵他自己管帶著 我想希望自己的小孩 可以自動自發 然後有很好的治理能 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小小孩 開始慢慢訓練 然後長大就 有個心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孩子的發展的進程 其實在三歲甚至到四歲之前 我們叫做 他立期 就是小朋友這段時間 本來就沒有自動自發的能力 他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他的記憶力也有限 然後你就忘記 今天講過明天 他還是會在犯 所以在三四歲之前 我是覺得你要他自理 自動自發 就是圓木求魚 不要這樣責務你的小孩了 但是大概在四歲之後 開始就會進入到 自律期 自律期的話就是說 他不是 他是出於愛 他是出於一種 希望被你稱讚 或被你那種關愛的眼神 所以他決定 要自動自發 做一些你平常 規範他的事情 所以也許在四歲之後 他開始會有一些 治理能力的那種跡象出來 那這時候 你千萬不要壓秒助長 他剛開始出來 當然就 繼續用關愛的眼神 繼續能夠鼓勵他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把那治理能力慢慢提升 我是覺得 也許第一個可以是從 刷牙 刷牙是最簡單對不對 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而且他就是 刷完牙 你就給他很棒的鼓勵 幫你檢查一下 覺得很棒 稍微補強一下 那我覺得從這一點 這是我覺得 還是最容易自己做得到 而且又很容易被爸爸媽媽 讚賞的事情 那從刷牙之後 可能就開始從這個 這個收衣服啊 收玩具啊 然後一步一步來 但是因為這些衣服玩具 有時候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刷牙比較簡單 每天都會發生 而且動作很單調 這個可能是一個 自律的開始的一個 模板給大家參考 試試看喔 大概是一個 哪一邊 bru子